很多人以为企业文化就是使命运政价值观 其实不是 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企业文化到底包含什么 我只讲其中的四个 它其实有七大类 第一大类叫是非标准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比如说可以做错事 不可以撒谎 这就叫是与非的标准 企业文化一定是非常具体 不可以偷东西 不可以骗人 说到做到 这才叫企业 说是非标准就是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第二个呢叫行为准则 比如说做一个靠谱的人 答应了别人 一定不能找借口 没完成 开会一定不能迟到 这叫行为准则 第三个呢就是决策机制 这个公司是独裁的 是民主的 比如说会部讲究平等 我们就知乎其名 大家就没有等级关系 老板也没有单独的房间 他是通过一堆的东西来展现平等 所以决策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叫民主集中制 另外一个呢就是成功的标志 这也是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德才兼备是成功 还是只要能做业绩就是成功 还是说你是一只狼就成功 是有苦劳就是好人 还是说我看的不是苦劳 我看的是功劳 是贡献 是价值 企业文化不是高达上的 上强的东西 是让每个人都可以遵循的 一些具体的准则 企业文化是根植与员工 内心深处的一种信仰 是一种自律 不需要别人要求我做什么 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 比如说没有人看着的时候 你会不会吐痰 你如果是吐痰是受别人制约 你就会吐 没人看了吗 但是如果你觉得吐痰 你不文明 你会自己看不起自己 你就不会吐 对不对 它是一种自律 当然企业文化的传承 不是靠口号上行 靠什么 靠上行下效 说从老板开始 到高管到中层 他们必须是践行者 因为员工不看你怎么说 员工只看你怎么做 如果你每天都这么做 员工也跟着你学 这还是企业的 不是